欢迎你收听由灵明日良事工制作的最美的季节 今天的灵修文章的主题是 他知你的名 作者葛维农 朗读音音 他医好伤心的人 他数点星宿的树木 一一称他的名 十篇一百四十七篇三至四节 浩瀚的宇宙到底有多少星星呢 连天文学家也无法确定 只能指出星星之多 远超过我们已知的数量 以此推算 星星至少有数十亿颗 甚至几兆颗吧 如此庞大的数据 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到底有多少 姑且不提那个数目 单单百万颗星星也够惊人了 曾有人做过这样的估计 要数一百万张的一美元纸币 若以每分钟六十张 一天八小时 一周五天来算 那么几乎要七周才能完成 同理可推 若失算十亿元 则需费时一百三十三年 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 这位创造太阳和月亮的上帝 也创造星辰 他宣告说 看谁创造这万象 按数目领出 他一一称其名 因他的全能 又因他的大能大力 连一个都不缺 如果你怀疑上帝 是否能明白你的忧伤 带到你所有的重担 别忘了 他是那掌管重星辰的主 他能掌管浩瀚的宇宙 也必能解决 你我的问题和烦恼 今晚若是月明风清 何不抬头仰望天空 感谢那位 一一称星辰之名的主 因为他是那位 按每个人的名字 呼唤我们的主 他认识你 爱你 他也关心你 听众朋友 掌管宇宙的上帝 必不让你失望 下面 我们一起来阅读经文 来回应今天的主题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应歌颂我们的上帝 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合宜的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 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 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他输点星宿的树木 一一称他的名 我们的主为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倾覆于地 你们要以感谢 向耶和华歌唱 用琴向我们的上帝歌颂 他用云遮天 为地降雨 使草生长在山上 他刺食给走兽 和提嫁的小乌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